你打勾这个交易额之后的话 那底下的这个地方 加总的部分他也会自动怎么样 产生一个交易额 也就是他自动会帮我把这个交易额放在 加总的这个范围里面 当然这个地方计算不只是只有 加总的你也可以做一个小 做一个其他的相关设定 这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那再来就是说第2个 老板要问什么呢 在86月的地方 老板 比如说老板问的第2个问题 他要的资料你要给他 那第2个老板问说那我现在不希望知道那个交易额 但我希望知道我的毛利是多少 那毛利是多少的部分的话 那各位可以把交易额打勾取消 打勾取消 然后再打勾毛利 那各位可以发现的这个就是我们毛利 你可以发现他马上可以 给我们一个答案 苏牛分析表可以很快的给我们答案 再来的话老板问的第3个问题 各营业处的毛利总计 所以这里的话呢如果说我今天毛利这里指的是全公司的毛利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知道 在我们的 这个 我们资料 W4里面 各位可以发现 在营业处里面 如果你把营业处做一个 排序的话 这边把它排序 你会发现 就会分成 这几区 北中南 这个 这个 几区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很快的 统计出各区的毛利的话 其实非常简单 你可以把营业处 这个栏位打勾 打勾之后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呢 他就会按照 中区 去做一个加总 毛利部分的栏位做加总 北区的部分做一个加总 所以第3个问题 各营业处的毛利总计为多少 各位可以看到 直接就是 这个地方打勾 那各位可以发现 打勾之后 有没有 这个营业处打勾之后 他下方 在列的 标签上面 所谓列标签就是指的是这个地方 自动会帮我产生出一个 资料出来 并且对应到他的 各区的毛利出来 所以这个是第 三个问题 再来的话 如果说我今天不希望是各营业处的 比如老板又突然问第4个问题 各年度的毛利总计 那各位可以看到 年度部分 因为这个资料里面有分了几个 几个 你可以看到 这边 88 89 90 那你这边也可以用那个排序 或者有时候呢 你可以 从小到大 然后88 一直到 90 等于三个年度的 资料 那假如说我今天呢 老板又问说 那如果我今天不要看 区域 而是我要看年度 的话 那这个地方呢 你可以 直接在 樞纽分析表里面 很简单 你就把 营业处的部分 打勾取消 我不要看 这个 地区 而是要看年度 那你把年度打勾 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他会按照 各个年度的 这个部分 去做 勾错了 应该是年度 他会按照年度的部分 帮我们去做一个 那年度部分你会发现 勾选之后呢 他的这个地方结果不正确 为什么呢 各位可以发现 他应该年度部分应该放在哪里 放列 对不对 可是他放错位置 那怎么办 没关系 帮他怎么样 翻过来 放开 对不对